每隔一年,NVIDIA就會出新的Display Card 然後每次發布的時候都說這張卡比上兩年那張卡 到底是什麼原因令到今年那張卡比前年那張那麼多呢? Hello,我是Edwin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為什麼顯示卡會變快了 首先這條影片的目標就是令到大眾對顯示卡的運作方式有多一點理解 會用很多以偏概存、冰山一角和弱智之極的方式去講解 如果要超專業講解的話,你就另謀高咒了 首先一張顯示卡裡面有一塊Logic Board,有一塊PCB 一張Display Card上面最重要也最影響效能的就是上面的GPU GPU裡面最影響效能的就是它的Architecture 你可以想像一下這張顯示卡就好像一棟樓 一間公司的一座大廈 裡面最能做的就是GPU那一層 這一層裡面有分開三隊人 第一隊人叫SM 他們主要的工作就是處理Shader 著色氣 第二隊人的RT Core 就是Ray Tracing Core 很簡單的說他們就是處理光線的反射 第三隊人Tensor Core 這一隊人就最聰明、最話頭聰明 他就會幫忙計算很多物理的效果 角色的動作、面部表情 以及幫前面兩條隊員做得慢、做得不好的那些東西 所以要整理好它、整理好它 他們交出來的作品就是你們畫面上看到的一粒一粒Pixels 在上一代2080的時候 他就用一個方式叫Turing Architecture 去分工和組成這三個團隊 這個是2018年的方法 來到2020他就有第二種組成和分工的方法 就叫做Ampere Architecture 由Turing 轉了做Ampere之後 每一隊的效率都高了很多 第一隊就做到2.7倍的工作效率 第二隊就做到1.7倍的工作效率 而第三隊的Tensor Core 亦都做到2.7倍的工作效率 這個Architecture的變動就是顯示卡快了的第一個原因 另外還有DLSS這個技術幫你提升你的Frame Rate 比如用Battlefield 5來做例子 你就會看到開DLSS之前和DLSS之後的Frame Rate很大分別 我們剛才說到Tensor Core這隊員說頭聖尾 DLSS這個技術可以令前面兩隊員做少一點 Resolution做低一點 但是出來的畫面就和你選的Resolution是沒有分別的 甚至還可以更加漂亮 這個技術就叫做Deep Learning Super Sampling 就是將人工智能Deep Learning的技術加到Graphics Card上得出來的結果 之後就說到物流的Department 就是Graphics Memory 有些人會叫做VRAM 上一代NVidia支援最快速度的Graphics Memory 就是GDDR6 今次3080裡面就有GDDR6X 正就正在是Micron和NVidia一起合作研發 傳輸Data的密度更加高 它在發佈會上就說速度快了一倍 這個又是效能提升的另一個原因 之後就是Driver 我已經不知道怎樣在一間公司比喻Driver 可能說是一間公司的政策 負責推動整間公司上下一心合作無間的工作 NVidia的Driver也有一個新的技術叫做NVidia Reflex 就讓你打遊戲的時候 那隻遊戲發生的事情 跟畫面傳輸入你的眼睛之間這個時間縮到最短 你預敵的反應就更加快 你瞄準也更加準 你的勝率和KD也會更加高 甚至有數據去支持這個論點 再加上G星的話 你的反應就會比別人快很多 我們剛才說到DLSS 是Deep Learning的技術 TensorCore的隊伍都要少少知識 少少資料關於Project的資訊 才可以幫前面的兩條隊伍撿頭撿尾 這些每一隻遊戲不同的資料都會放在Driver裡面 所以大家在玩遊戲之前 最好檢查一下有沒有新的Driver 才確定你的遊戲可以走得最順 最方便隨時安裝最新的NVidia Driver方式 當然是安裝了GeForce Experience 一有新的Driver就會提醒你安裝 NVidia除了有Game Ready的Driver 還有Creator Ready的Driver 就叫做Studio Driver 針對著Creator的Software 例如Adobe 3D的Software等等 將Data放入Driver裡面 令到你做創作的時候更加四倍公半 先說到這麼多 總之NVidia把很多技術丟在三菱系列的卡裡面 才可以做到史無前例這麼大的表現提升 他們每一年推出的Graphics卡 之前都是小小的提升 來到這一代就好像跨了兩大部一樣提升了一倍 這次跟大家示範的就是MSI推出的這張RTX3080 MSI的卡來說 它強大的散熱系統 就可以令到風扇在很低噪音的情況下 散熱的效果都依然良好 就不會因為卡太熱而影響效能 還有你用MSI的卡就可以安裝Dragon Center 去調控卡的效能和使用Gaming Mode Mystic Light等等的功能 3個Display Port 1個HDMI Port 你會見到它是用3個8Pin來供電 但是它的預設時脈比較高 所以效能相對來說更高 你現在看到這隻螢幕是4K的 你不要說我為什麼這條片只有1080p 我會zoom近給你看 這隻螢幕如果支援G星的話 就記得開啟G星減少畫面的撕裂 走4K的時候順到飛起 現在在玩Call of Duty和Control 亦都給大家看看開啟DLSS和沒有開啟DLSS的分別 左邊是沒有開啟,右邊是開啟啟 沒有開啟的時候是這個Frame Ray 開啟之後就是這個Frame Ray 簡單來說就是又清又順 如果是剪片的話 處理4K、8K、8K時就會很順暢 亦都給大家看看Export的影片出來的速度有多大分別 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對3080有興趣的話 希望你都真的買到一張 如果喜歡這條片或者這條片幫到你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如果想看更多的話 記得Subscribe with the channel 以及按旁邊的鈴鐺 我是Edwin,我們下次再見 按旁邊的鈴鐺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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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b我們下次見 à